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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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以想像的新發現 但是還沒解釋到 所以如果到真正解釋到的時候 出來是Nature自己本身都會刊登的 我覺得跟上節很像的 就是一個新的發現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人去完整解釋到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 就是在這一節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地球上面發現了 除了這個光合作用之外 另外一個竟然都可以大規模去找到氧氣的來源 找到這個氧氣的來源 為什麼我們不能理解呢? 氧氣在很多地方都有的 它現在說是海洋的海底道 深處 但是這個有什麼奇怪呢? 就是這樣說 你如果不是牽涉到生命反應的東西 一般來說 很多時候是消耗氧氣的 不是產生氧氣的 就是你就這樣放一塊鐵在那裡 它是跟你生瘦的 它是幫你把氧氣拿走的 你有一些生命 有一些燃燒 或者不是啦 純粹一些東西 著火燒了 通常就是把一些氧氣拿走的 就是因為這種化學性質決定了 就是那個地球形成的時候 起初沒有什麼氧氣在那裡 因為你如果純氧是很容易跟其他東西化合了之後 就會變成一些比較低階的 譬如是二氧化碳那些東西 所以你說 為什麼在那個金星上面特別多二氧化碳 其實不止金星的 地球最初形成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碳 在那個大氣上面的氣體 很多時候這個氧 因為它那個化學上面比較活潑 它是很容易跟其他東西化合了 你說如果跟鐵化合 它就是鐵鏽 跟碳化合 它就是二氧化碳 跟氫化合 它就是水 很少可會 難得會有一個純氧在那裡 你說如果地球上面這麼獨特 累積了這麼多的純氧 我們在主流上面就一直認為 就是因為我們地球上面產生了第一代 能夠進行光合作用的組類 後來甚至乎變成為植物 於是光合作用長年以億年計的累積 就將地球上面大氣裡面的二氧化碳 換了很多 大部分換走 變成氧氣 我們地球上面的大氣 70%是氮氣 21%是氧氣 我們基本上幾乎100%就是歸功於這個光合作用的了 因為這個解釋是我們地球的生命 所以我們地球的大氣跟其他人不同 所以是一個很強烈的證據 有氧化碳 有生命 所以我們才有一個含氧量這麼高的大氣 然後就改變了整個生命演化的軌跡 如果你突然說給我聽 不是的 有其他的來源一樣可以產生氧氣 那整個生命演化的故事是不是要重寫呢? 會怎樣不同呢? 所以就是一個很震撼的發現了 但是究竟是有生命還是有純氧氣? 現在你可以這樣去問 如果是有一些的機制 它是可以不需要生命 都有一些氧氣出來的 那你就可以說 不是的 可能地球本身已經有一些機制 是出了氧氣吸引氧化碳 於是就更加方便有一個條件來 引辱我們今天這一種要吸氧氣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說不管我們那些新發現 原本我們都經常找的 在海底上很多時候有些生命是不需要牽涉到氧氣的 它們可以在無氧的情況之下拿到能量 後來陰差陽錯地自己產生了一些叫光合作用的東西 尤其是在那個水面那裡 又接觸到陽光的地方 就更加有利於這些會能夠拿到陽光 來去將周圍物質變成自己食物的一些生物 就會有利於去孕育和繁衍的話 那你在這個故事一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一定需要有一個生命才會有這個氧氣的出現 這個又要講到這次的發言是什麼呢? 就是在那個一個在太平洋的東面靠近美國西岸那邊 如果你說在地圖上面那個地球儀上面找呢? 它介乎在那個夏威夷和墨西哥那個位置中間的那個東太平洋海 就是在那個海域那裡 他們做一個海洋含氧量的測量 而且還要是深海的海洋含氧量 在我們一般的認知來講 你的海洋含氧量一定是越是海底就越低的 因為在海平面上面 我們很容易有一些會進行光合作用的棗類在表面那裡 然後也有很多的生命在那裡 甚至乎那些海浪的運動 甚至乎那些天氣 打風這些東西 也都很容易幫我們將一些的氧氣 是融入到那個海的表面那裡 所以很多的這些海洋的生命就在上面那一層 最豐富了 月下面都繼續有生命 但是就越來越小和越來越古怪的 下面那一層東西很多時候就靠上面那一層東西掉下來 或者你可以想像大菌吃細菌 大魚吃細魚那種 所以我們往往找到如果在海藏很低的地方都有生命的時候 我們會很驚訝的 有些可能去到五六七公里 竟然還有生命 我們就會很驚訝的 你說如果一兩公里下面都還有一些魚類 那些我們找到有的 因為我們都能夠理解那個海 甚至乎那些湖底那裡 它都有一個的生態平衡在那裡 令到它可以很深海都有生命 但是那些深海生命很多時候就不見光了 光照不了下去了 然後它是會承受很大的水壓 然後就是它有它自己那個 賺食的機制 就駁在上面有東西掉下來 就去吃那些有機物這樣 但是去到譬如說 海藏去到那些瑪利亞納海溝那裡 基本上就是 我們看到都有一些生命的跡象 但是就很稀少很稀少 但是如果那裡還有一些海底火山的話 生命的多樣性會增加很多 我們就會想 隨著那個物理的條件的變化 就是氧又低 光又少 所以生物多樣性就低了 但是現在很有趣 在那個夏威夷以東 和這個墨西哥以西的那個叫做東太平洋的那個海藏下面 就發覺它的含氧量是奇怪地高 偏高的 我們一路把那個儀器放下去 應該是越往下面的含氧量越低 但是竟然零射的那個海域 反過來是高了 那麼他們第一件事就想 儀器有問題 那就拿出來重新去測過 再試 都是這樣 在其他的海域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零射那裡就有很獨特的地方 就是當他們重複試了很多次 就會發現有些不妥的 會不會其實那裡有一些 我們以前沒有想過的東西呢? 是那裡有一些氧氣的源頭 我們沒有想過它會產生氧氣 但是那裡有的呢? 於是他們做多樣東西去試 就是在那裡打鬧 鬧一下那裡的海底有什麼 結果他們找到很多一塊塊的那些 他們叫做 他們叫做Noodles 一些結成一塊塊的金屬狀 裡面很多複合金屬形成的一塊塊的東西 在那裡特別多 其實就有些古怪的東西了 那裡有些金屬的話 其實理論上是可以出一些化學反應的 台長 要你想一下 很久以前呢 那些金屬扔下的水和扔下的酸呢? 你記不記得我們是中學的時候要讀這些東西的嗎? 記得啊 記得啊 那些活潑罪那些東西的嘛 我們還要老師要背 就是說 不同的金屬的活潑程度是怎樣的嘛 而且呢 學會了這件事情呢 就幫我們理解到我們那些不芯電池的原理的嘛 那些乾電池為什麼會發到電呢? 就是原來我們就將兩種活潑程序 活潑程度不同的東西 那麼那個活潑D那樣東西呢 就專門是幫我脫掉那些電子出來的了 它就會有能力將那些電子就壓去脫去另外一邊 就是一邊就陽極 一邊就陰極 那陰極那裡就有個還原的反應 OK? 於是你學了那些不同的金屬的活潑罪 學了它們會有什麼化學反應 學了一個電路電池的原理 再學了電解的反應 那我們就知道呢 有一些的情況呢 我們可以出到氧氣的 就是譬如我們電解水 我們也可以出到氧氣的 那我們一邊就出氫 一邊就出氧的 如果你強行 譬如說將電池兩極的連絡杯水裡 兩邊就有一個泡泡出來的 就是給電下去呢 就將水電解 就會出氫和氧的樣子 而且視乎裡面的水有沒有多不多雜質 那些雜質濃度是怎麼樣呢? 令它出來的東西那個傾向 也都出不同的氣體的 也都會 但是最基本來說就是氫和氧 所以現在大家有個學說 就是有個猜想就是說 在那裡打撈出來這麼多一塊塊的複合金屬 它應該不僅是一些比較純度高的複合金屬來的 就不是說一塊完全是化合物的東西來的 在這裡也很有趣 為什麼在地球上這些環境 會有一些比較純度高的金屬不是化合形成的呢?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地質問題 那個難度就跟我們先前說 那個火星上面的地質問題是等同的了 004的那個位置就有一堆金屬在那裡 那些金屬當然了 就是在那裡擺的時候 可能那個地理擺法 就令它可以拼得出一種 好像你將那些海水電解的情況出來 於是就會有氧氣出來 其實現在這裡就是未證實的 就是沒有很好的系統地證實是這一回這樣的事 但是憑著我們一些 連初中都讀過的一些實驗室知識 我們就猜有活躍的金屬 然後再有一個很可能好像我們將水電解的機制 就令到那裡會有更傾向容易有一些氧氣走出來 那現在我們就猜中是這一回這樣的事的 實際是怎樣 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又會覺得非常之有趣了 就是地球上面在我們認識 就是應該就是來說 絕大部份的氧氣產生都依然是光合作用 但是原來大自然自己都有一些能夠產生氧的機制 那現在還有很多人質疑這種想法的 但是會不會就是答案呢 還有一段時間去驗證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光合作用 因為它是深海嘛 而產生氧氣 這個是我們之前沒有發現過的 而且不涉及任何生命的過程的 是完全是一個發酵反應來的 你那個地球有這樣的元素擺在那裡 它就會和你將那些東西去電解的了 那也都有很多的質疑的 就是他們將這些金屬打納了上來的時候 都發覺他們是有能力去 好像砌成一個電池 去將那些東西電解 有能力去發一些電 但是因為它是一些很雜不燃的金屬來的 所以它給出來的電壓不是很足夠的 那你現在看到那個畫面展示出來呢 你覺不覺其實它將它好像駁在一個電線 一個電極 其實是 它還在駁在那裡 它基本上駁在一個他錶那裡 看看它能夠發到多少電 其實是可以 即是它一塊石都可以發到電的 它就不是就這樣一塊石 你將它要擺成一個好像電池 有陽極 有陰極的設置 你將它砌成一個好像電池的裝置的時候 譬如我們那些最基本的碳性電池 就是由一塊星這種金屬 和一些碳一個擺在陽極 一個擺在陰極 然後中間用東西隔一隔它 它自動就會給出一個電壓出來的 一點幾幅的 但是現在這個金屬這麼雜不斷的話呢 它給不到這麼高的電壓 給到零點幾而已 於是熟悉這些化學的朋友就會質疑了 你要電解到水呢 你起碼要一點幾伏特的 你的伏特太低了 電解不到水的 現在就說這堆東西只是給到零點幾伏特出來 它不夠電解水的 但是大家就會說 你一塊不夠而已 大家都知道的 一塊電池1.5屋 你將那塊電池串聯起來的時候 就是3屋4.5屋 你只要把它串聯起來就可以了 現在在大自然上面有誰這麼空間 跟你可以將這些東西串聯在一起呢 會不會地質的反應 意外地可以造就這些條件呢 現在這些全部就是一個學說的階段了 就還沒得到證實了 但是如果你問我呢 現在暫時完全來說呢 這個有金屬在那裡構成 意外地構成一個電路 將水電解這件事就似乎是最符合我們 就是以往學過的一個機制了 簡單來說就是為什麼有氧氣在深那裡 因為在下面有一個自然界形成的電解系統 所以有氧氣 那如果不是這樣 有什麼解釋呢? 會不會那裡有生命呢? 那現在就不知道 OK 你會不會是有一些微生物反應那些 因為那裡就不會有一些光合作用的生命反應的 因為你沒有光 是的 還有你就算微生物呢 你都不可以說就這樣就說了 你的微生物本身 它們能不能夠產生氧氣 有一些微生物 它本身就是要黏著光合作用的機制 才能夠產生氧氣的 會不會有一些不需要光合作用的機制 都能夠產生氧氣呢? 那這個就可能 不能夠完全否定了 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機制都能夠做到這樣呢? 那這個就變成一個在海洋地質學 和在地球科學和海洋生物學那裡 突然間有一個很有趣的課題了 就針對在這一片的海洋上為什麼有這麼獨特的機制呢? 但是我都預期就是說 它能夠產生氧氣的能力 就遠遠比不上我們現在地球上面的光合作用了 但是 會不會就是這一點 因為你想一下 地球當初形成的時候是沒有光合作用的生命體在那裡的 但是變成當初這些地球上自然本身就擁有到的 一些產生氧氣的機制是貢獻到 這個地球大氣上面的氧氣有多少呢? 這就令到整個地球的地質演化的歷史 和生命的演化的歷史 就加了更加多 令到這件事更加複雜的變數在那裡了 我們在這裡結束第二節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